今天試試新玩具 我沒有用聖堂的音響系統 沒有用聖堂的無線咪 我只是買了一個發射器、接收器 一個無線收音咪 播到手機那裡試試 首先在神父的位置 看看收得清楚 神父的位置清楚 然後就去讀經台的位置 看看收得清楚 讀經台的位置之後 然後去制台的位置 看看收得清楚 看看有沒有干擾、有沒有疾疾 我估計問題不大了 疫情嚴峻 一分鐘又停尼撒 所以要做好一些準備 不過我沒有說直播尼撒 這裏直播尼撒可能不太行 因為我們沒有剛纖 普通的網絡可能很不穩定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做直播尼撒 還有直播尼撒就找人來幫忙 那麽萬一它來的時候感染了 我就是過意不去 那麽我現在這個做法 就是我一個人搞定了 很簡單一個人搞定了 那麽就 現在那個機器距離我那裏 都去到它第一行座位的 都很遠的 都很清楚的了 這個無線咪接收器 可以去到一百米那麽遠的 接收能力 都清楚的 這裏由聖堂門口 這個平台門口去到洗手間 大概一百尺多少少 一般我們拍片 你不會去到三百尺那麽遠 都不會去到一百尺那麽遠 那麽以三十尺那麽很普通 那麽就幫我出來 就試接收那個能力 是否去到那麽強 那麽穩定 所以現在我去到差不多聖堂門外 那麽就一百尺多少少 那麽就應該都清楚的 那麽平台要外圍很多環境聲 車聲、巴士聲 你走到平台都會 你不覺得很吵 但都很容易聽到那些聲 那麽你可以看那麽接收的能力 究竟是怎樣 那麽隔音的能力 隔音能力是怎樣 那麽如果你聽我說的 都聽得清楚 沒什麽困難 都叫做舒服 那麽已經不錯了 少少擇音可能會有的 但大家清楚就已經夠了